我們上節課講過 我們用兩種方式來敘述一個破函數 我再重新把它寫來這裡 這叫做真正的空間 我們用的是S 那動量呢? 動量是? 這是它的算符 那我們上節課講過 這是破函數 然後這是算符 OK 我這樣寫就說 這邊是所用的破函數 這邊是位置的算符 動量的算符 那我們上一課證明過 如果用這個做破函數 用動量空間做破函數的話 我們上次 我們上次證明這個等於什麼 這個算符是P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猜 那我們要證明 這個算符是什麼 那我上次 那我上次跟你們講 你可以從單位一次 可以從單位一次判斷 你們知道 這是P P乘上X是什麼 就角動量單位 就動量乘上位置 是角動量單位 時間乘上能量是角動量單位 所以你們就插那個 你們說插那個 插物理手冊 你們插物理手冊 H bar跟H bar的單位是什麼 嘴格秒 就是能量乘上時間 所以能量乘上時間 動量乘上位置都怎麼樣 都乘上長度 都是角動量單位 那这边也一样 所以这边你猜应该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算朴 跟这很类似 有时候倒过来 H8 H8P 但这边I不是在分母 这边I是怎么样在分子 你看这跟这个是不是很相像 只是说这边是I在分 I在这里 然后这是I在分母 我们先这样猜 那底下我们会证明 我们会证明确实是这样子 那这边也告诉你说 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叙述破完数有两种叙述方法 一种是实际空间的 这是动量空间的 我们都可以这样用 那至于你要用哪一个 你要用哪一个破完数 哪一种破完数的 就看你的问题了 看你什么样的问题 有些情况 有些问题的话 你用这个叙述比较方便 有些问题用这个叙述比较方便 那以后我们会有很多例子的 那我们再看一看 那这个我们证明过了 这些我们 一二三四三个我们都证明过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 看这对不对 我们目的是要算这个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我们原先的嘛 原先是这样算的 对不对 那我们把那个 把这函数把这函数把它带进来 我们就得到 对不对 对不对 有些证明 就是我们有些证明 对不对 不过来 不过来 你们去看 有些证明 这种证明 就是 有些证明 我们倒过来证 假设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 那我们来证明 这个算出来结果是等于怎么样 是等于这 这样会的吗 我说我把它圈起来 到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带进来 把这个带进来 我把这个写在这边 你们知道这边用的是X对不对 这边是用X' 知道为啥这样用了 因为这个跟这个是独立的 是另外的 所以你要用不同的符号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式子 再重新整理 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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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再教材一下看 这边是2πH'分之1 这边有I在这里 那H'跟H'消掉 然后这个怎么来 这是LonP对这个为分 对这个为分是有个I 所以我们再负I 负I 然后X'在H' 对不对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式子 然后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们要用 就先对 我们把那个积分的顺序 积分的顺序我们对掉 我们先对 先对那个怎么样 先对P积分 对不起 对啊 先对P积分 所以我们得到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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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把那个积分顺序把P跟X对掉 OK OK 我把它写在这边 好 这个H'是在这里 OK 这样知道 OK 那我们看这个 这个跟这个 变成什么 DK 好 等那个Pose 那这边呢 OK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积分是什么 我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积分是什么 来继续的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2Pi 2Pi 什么 2Pi Data X 就叫X 对不对 OK 好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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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 这个2Pi 跟这个2Pi 消掉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 我这个 黄色这个 这个挂符 我就把它重新写了 所以这个消掉了 你们再写另外一行啦 是不是这样子 OK 那我们从那个Data函数的特性 当你一个函数 一个函数成像Data函数在积分的时候 变成是把这个函数里头X换成什么 换成X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得到 那我们看这个是什么 你在比较这 我差点 比较这 你在比较这 这等于什么 等于 T等于 T等于0时刻的什么 的预期值 X的预期值 OK 那这样这样会吗 OK 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这个是在T等于0时刻解出来的结果 那如果其他时刻呢 那如果其他时刻呢 该怎么办 在其他时刻怎么办 我这边是解的 我这边是解的 就T等于0嘛 就T等于0 对不对 在其他时刻怎么办 啊 再解一次 怎么解 啊 要注意哈 啊 怎么样 怎么样 跟时间有关的 跟时间有关的 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 我们看这个试子 对这个试子 我再把这个试子写一下 就是这个试子 对不对哈 T是将来得到的嘛 对不对哈 我们知道哈 这0是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写个0代表什么意思 在某一个时刻 对不对 这时刻我是不是可以选 这时候 这个 时间走是可以 那个时间走的0点 我可以任意选 所以我只要选 我可以选择另外一个T 另外一个T 这样的话 这个呢 当然就不一样了 这样清楚没有 所以你要得到 某一个T的 T的那个 H值值 的话 你这边的积分 就换成什么样 换成那个时刻的怎么样 那个时刻的波凡数 这样会吗 那如果 如果波凡数跟时刻无关的话 当然最简单嘛 这就是所有时间的解嘛 但你如果是 这个是随时间在变化的话 对不对哈 你只要带那个时刻的这个T 你再做一次积分 就得到这 再把这个带进去 你就可以得到 换句话说 他这个 换句话说 这是什么什么的函数 是时间的函数 我只是我们没有写出来 书上是这样写的 那我再提醒你们一次 这个函数呢 是跟什么样 跟时间有关的 讲清楚 这个函数是跟时间有关的 但因为书上都没有这样写 所以我就没有 我照书上没有写 银格的写法应该怎么写 银格的写法应该怎么写 银格的写法应该这样写 银格的写法应该这样写的 这样清楚吗 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一样 这是位置的函数 也是时间函数 这个函数呢 也是怎么样 是动量的函数 也是时间的函数 这样会的吗 这样会的吗 所以我这边就要这样写 OK 这样会的吗 OK OK 就银格来讲 银格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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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格这样是 OK 有没有问题 OK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 这个有了 这个有了 我们都有了 对不对 那从这两个 从这两个我们可以得到其他所有物理量的算朴 例如说我举个例 我把这个都擦掉了 我这边递了两个 那我们看动量 对不起动能 动能是该什么写 它算朴应该什么 对上面再来是2m分之 p平方等于2m分之 i18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很简单的就是 2m分之 p平方 那魏能呢 魏能呢 干什么 那如果是这个呢 啊 这个呢 这叫p 给哈 你们知道我写这个意思没有 这代表什么意思 例如说 例如 如果这样写对对 这个要把里头x要换成这个 但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样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这函数我没办法 微分没办法放在坟墓的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如果是 如果是牵涉到这样子 这种未能的话 这种方法好不好 这种叙述方法好不好 这种破坏数好不好 这破坏数不好用 我再讲一次 像这个例子 像这个例子 对不对 我没办法把x取代成这个 这样坚持吗 这是没办法定义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用这个破坏数就不好了 就不好用了 小小讲意思 因为你 shouldnature shouldnature 你要用到这个 对不对 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表示V是等于这 我再写一个 我用实数好了 比如说这样 像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该怎么取代 该怎么样把这个换成这个 这个情形可以换了 要注意 我们如果这是算乎的话 我们这是 你不能把 用我们普通的那种 指示函字去看 我们要把指示函字看成什么 看成它的展开式 以后我们还会讲 以后我们讲那个 牵涉到时间变化 那个汗明 跟时间有关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要会讲 那时候用到 我现在先跟你们讲一下 以后你们会看到这种符号 以后你们会看到这种符号 那你们看到这种符号的时候 你要不要记得 假如这算乎的话 这不是普通的指示函数 要记住 这种符号不是普通的指示函数 这符号是怎么样 是简写 是简写 啊 以后我先给你们提一下 以后我们都会用到 如果这是算符 如果这是树木的话 这样就是普通的实质函数 如果这是算符的话 我再讲 如果这是算符的话 这个是这个展开式的怎么样 的减写 我想你知道减写什么意思 所以在这种情形 如果是不意思等于这个 是表示什么意思 是表示这个 这样会的吗 OK 就这个 这样会用的吗 那这是 如果 就是说你如果用这个 你如果用那个动量的 动量的波函数 这个胃能要怎么样 胃能要写成这样子 胃能要写成这样子 这样会吗 那我 我刚刚为什么讲这个 也告诉你们 在那个 如果是算符的话 这个 这个 要记住 如果A跟B是算符的话 这个不等于这个 如果这是树木的话 就等于 这样会的吗 所以碰到算符 你能不能特别注意 就我们用了很多数学符号 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这种 不是平常我们讲的 子色函数 就这个例子来说 这个以后我们会用很多 以后我们再 我会用到 尤其现在的时间变化 会用很多 那我现在先 先这样有个 有个idea 那看这个函数 看怎么样 怎么样换成这个 这也不清楚了吗 这是表示什么意思 知道了吧 那底下我跟你们讲一个例题 这是你们书上的例题 那我讲解 讲解让你们知道 到底在讲什么 这是你们书上的 第二章的第四个例题 那这个例题是这样 我们有个po函数 首先我叫我们先呈现 我们以前写po函数都怎么写 都这样写的 对不对 那时间跑哪里去了 而且你看这是数数 如果alpha是数数 的话这是数数 对不对 那我不是更没强 我在讲那个po函数 不是更没强调吗 po函数不能纯粹是数数 也不能纯粹是负数 对不对 不能完全是数数 也不能完全是虚数 必须po函必须怎么样 必须是负数 也要包括有实数部分 包括虚数部分 但这边是只有实数部分 所以完整的po函数应该是什么 它是负数 怎么样 它是负数 不是不是的 不是那 假如 face factor 相位细数的话 不是负数 但不管这么多要负数 对 所以问题出来在哪里 我们这样写的时候 其实完整的写法应该这样子 这才是完整的破坏数 那我们把这一部分怎么样 我们把这一部分省略掉 这样清楚吗 所以整体来说还是怎么样 还是负数 整体来说还是有实数分跟虚数部分 这样清楚吗 但空间部分可以是只有实数 以后我们在讲那个 我们的sorting equation 是包括对空间的微分跟时间的微分 对不对 那以后我们会谈到有一种 有一个叫做跟时间无关的sorting equation 跟时间无关的sorting equation 那个equation就把时间部分怎么样 把这一部分把它怎么样 把它省略掉 这样清楚吗 那那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是实数了 因为 因为这部是在这里 布式已经在这里了 这样清楚吗 所以这边可以怎么样 这边是可以实数的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例子 我们看这个例子意思 首先呢 这是规律化的 这已经规律化了 那我们来讨论 我们来讨论这个函数了 这个函数你如果画出来的图 是这样子 这个函数图是这样子 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看 我们再复习一下破坏数 破坏数的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规律化 规律化已经有了 书上已经把你规律化了 第一个规律化已经有了 第二个特点 我怎么讲的 对必须连续 这是不是连续的 是连续的 第一次微分呢 也是连续 在什么情况 但什么情况下 必须要不连续 对 未能度无限大的时候 那我们看看 这是连续 但第一次微分 在这里不连续 在这里不连续 所以表示什么意思 所以对这个破坏数来说 表示在什么情况下的物理系统 什么样物理系统 就未能 未能是什么样未能 你看这里左边都是零 左边破坏数是零 什么样未能 就这样的未能 这是X等于零 这地方是到 从这里到左边 未能是无限大 我把它写在这边 就说X小零 未能是无限大 是对应这样的系统 所以你才会得到 这样的破坏数 有问题 以后我们会解一个 一些一度空间未能的例子 我们在讲那些立体的时候 就知道 如果是左边是未能 是无限大的话 它的破坏数是零 那我们现在 这个例子刚好就是 就是这个情形 那以后我们会解这个问题 以后我们会解这个 未能是无限大的这种情形 那我在讲那个 破坏数的第一次 要连续的时候 就特别跟您强调 当未能是无限大的时候 就怎么样 就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不连续 那如果未能是有限的话 就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连续 这样我特别跟您强调这一点 那我们看课本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要你们算那个 后兰绿的 第一个 第一个 好 就零 再零到 就是这一段 就是说零到 阿法分析的这一段 的后兰 总共后兰率 从这里 基本到这里是多少 因为它规一化 所以是多少 所以是一 对不对 但我们现在只要知道 这里到这里 之间的后兰率 不是全部的 只要这里到这里的后兰率 这样会吗 所以我们就只是 积分到 从零积分到 阿法分之一 所以 这是后兰率的密度 所以等于是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把那个 银格还写 应该这样写的 这是比较完整 完整的写法 是这样 那 时间部分 这个跟这个怎么样 消掉了 所以我做把它擦掉了 所以变成你们 舒畅的那个 那个写法 这样会的吗 所以我们就得到 我们就得到这个结婚了 那这个是 我想这你们查 那个查积分表 那你用部分积分 用部分积分 然后查积分表 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这是很容易的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结婚了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结婚了 我们照书上好了 我们做变数的 我们做一个变数转换 我们做Y 我们把这个 我们用Y来表示 把它换成Y 所以这个基因就可以这样 我对付我刚写 这个变数 这个平方 我们把这个变数等下来 这是4α平方 8α3之方 没有错 2α4 3之方 OK这样没有解放 那这个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你们都可以自己做 那这个你们用部分积分 然后查积分表就可以得到了 那最后结果结果是 这个算出来是0.3 差不多0.3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